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清朝入关之前建造的 执行术的行文方式还停留在早期的从左向右的习惯上 乾隆皇帝在重建故宫修改匾额时 尊重了祖先早期的书写方式 所以沈阳故宫中的匾额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满文在左 汉文在右 因此沈阳故宫中的匾额并不是写错了 也不是以右为尊而是以先为尊的结果 你知道了吗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的一起聊 我是玉琳 我们下期再见